大家好 都是我施建章在星期三快活谷赛事给大家深水 在我给深水之前 记得做几个步骤 不厌其凡再跟大家提多几次 首先是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按钟仔 然后like我们的片段 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就给一些建设性留言 可以帮到我们的台增加收入 找回两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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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条片介绍一些冷碗给大家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我之前都说过 踏入十月就会有些出冷的形势可以播一播 这次我找到一只好东西给大家 事不宜遲 立即介绍给大家 介绍给大家就是第六场的桃花王 你看到这一场是上季的赛事 是4月8日的四班千亿美赛事 很意认的 即是6號那一隻粉紅色衣服 紅色深深白色帽那一隻就是蔡明少騎的桃花王 那天其實就是三檔 現在在二碟第六位左右 他這場賽事其實就是一隻46倍的大籃碗 在今晚的 即是在接下來的法會賽事他現在也有20多倍 都是籃碗 放投制特區聯盟和常勝深這兩隻都是千二米一些好的馬 但是冷不提防其實這次《桃花王》 蔡明少騎到一字月 一直守在二碟那裏找到一些遮擋 跟在馬群之間 你看到蔡明少去到這個直路的時候 很少這麼精神 立刻找到中黨 一二三這樣推上來 推順了一隻馬之後 然後發揮強勁的衝刺 這次就不得了了 蔡明少一不來了 一來了真的就非同小可 最後一百米他還未衝上來的 最後一百米的時候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打兩邊搞定了 那就爆了46倍冷碗了 那桃花王這隻馬其實就來香港這麼久 都是贏過這場賽事 但是這場賽事就真的夠吃到飽飽 真是沒得頂 這次為什麼我會介紹《桃花王》給大家 你可能會覺得 張老師是不是瘋了 她好像沒什麼粗 又好像沒什麼試襲 不是很對版 但是你看回她那個操練情況 她都是量度游泳 量度游泳 量度游泳 她不是很喜歡去做一些試襲 或者快操 我推斷就是這隻馬的操練 她未必是受一些試襲的影響 可能要保持新鮮感 而且今季她都是第一次初出 我覺得在路程上 其實她也發揮過 又證明過給大家 而且最重要 現在她是有賠率 都是在四檔有二十多倍 這些冷碗還要三天未關 一定要渣膽 冷膽就找了一隻給大家 然後看看我還有兩隻腳給大家 找兩隻腳給大家之前 再去結束 都怕提示給大家不准 但是這兩隻我就很有心思 一隻就是開心老友 其實上季梁家俊上次 她遷移差點像42倍的冷碗 這次本來是頂磅的 但是就配合周俊樂10 即10磅 還有一個二檔 現在她的賠率都差不多有10倍 這些半冷腳的路程準 輕磅好檔 可以拖起來 另一隻就甚麼檔都不怕 那隻就叫負陸 我的老友 阿鵬 其實經常都在她身上贏錢 這次其實我也覺得她這隻馬雖然是一個外檔 但是她是演出準 都不可以分略 而且現在也有十多倍 如果位置Q拖中這隻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選擇 因為如果三天未關 如果開到這三隻出來 可能未住就是你 又或者其實你位置Q過關 現在事大一條都有60倍 真的都是我給大家一些比較有分頭的選擇 不過也要跟大家說明 我的有分頭的選擇是有冒險的 所以大家都是少住宜程 不要那麼大事 如果輸了就不要回來找到選場 因為我和大家都是一樣搏一搏的 這場就是一些比較冷門的提示給大家 希望大家都是順順利利 像我那樣買下去 有些斬莫 希望大家在星期三的賽事贏多些 除了看完我的影片之外 記住看我兩位老友 阿鵬和阿Matthew 他們都有些好東西給大家 今個星期三的賽事 大家一起贏爆馬會 拜拜 有關